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 夢紅官長丹吉函 自己來討論 說他過去 要來做過的 第下運動交叛 就是秀稱的救辦 這是違法的 卡到半條罪 台北地檢室 已經把例尾比過 結果過去 要跟官長來合作的 這班中心兄弟 跟企業泰山一團 都快速發生命 跟官長來切割 也跟郵媛 回世禮 官長但是和一遍收到要請來開救 救但這期 沒洗禮提早落肚子 只空一九年 中心兄弟的起業節 贊助向泰山集團請官長來做開救的嘉賓 今天的泰山嘉賓 館長陳志恩 掌聲歡迎 跟泰山歌棧 作為參加開救的儀式 當時請他做大健全 又說有提五十萬的收勒 如今官長自己押了 也做過救辦 中心兄弟跟泰山集團 隨意發出生病 設斷關係 華文昌說 占對贊助上大健全的經濟 是由公共的代理上來判斷 華東東講 要請贊助上的 年度氣泡水平白大健全來開救 也不過救團不乎一千歲 在這裡 二空二三年 九尾結束了後 就不再和贊助相簽約 作為後面的討論 和讓九尾的觀感爭敗 將會進行檢討 當時要聽自己人做大健全的泰山集團 昨天也發出生病白費 公司已經在二空二三年後 就換團隊經營 原本做過程的人和董事都已經理解 所以不可能出來說事情不定 對社會帶重標示失禮 未來新的團隊 會更更緊張 心事 所謂合作 在這地步時 開除說 各自各做過救辦 好夢又加速去 因為這是幫救白心來永遠的痛 兩大企業 關鍵切斷關係 比較不會受到肯定 觀眾也因為看見到負責罪 已經向列祖比哥調查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